看看新闻网 好 说到这个房祖民涉毒被捕之后呢 这个父亲陈龙一直是大众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尽管在8月20号的时候呢 陈龙是通过微博向外界吐露了痛心啊 自责的心声 但是始终呢没有正式露面 从房祖民涉毒被捕之后呢 8月21号呢 陈龙曾经前往探视 但是由于房祖民涉嫌容流他人吸食毒品等刑事罪名调查 按照司法的程序 陈龙的探视呢是并未获得许可 那我们所看到的这张照片呢 也正是陈龙探子未果之后 在酒店与友人商谈议事 不过从画面上来看 陈龙这个容貌也是非常的憔悴 也是看得出来真的为儿子的事情啊 就是操进了心 是的 心事重重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尽快地给外界一个答案 对 也是可怜天下父母 是的